修罗武神 第六千七十章 面子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我我我乐个去 这苍穹先宗是多造人恨 死得也太疼 太惨了 王强咧着大嘴发出感叹 但这番话却是笑着说的 见王强如此 楚风也是笑了笑 尽管他们与秦玄的关系都不错 可一马归一马 苍穹先宗的所作所为 落得这部田地 他们可不会同情 尤其是有那样一个宗主 便注定 苍穹先宗会有这么一天 不过 眼下他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 到底是何方势力 做下了这件事 而经过观察 楚风等人 也是很快确定几个点 对方不只是杀人 苍穹先宗宗内 所有境地都被破坏 宝物几乎被掠夺一空 就连死去之人身上 也没有任何宝物留下 无论是和境界的人 虽然死状惨烈 可身上的宝物 却被搜刮得彻彻底底 甚至 连本源都被掠夺一空 目前观察 这像是妖族甚至凶兽所为 因为所有人的残区 都有被利爪撕裂 以及啃食的痕迹 就连本源 也并非是正法夺走 而是被直接吸食走的 从这个手法可以判断 灭掉苍穹先宗的人 与灭掉仙海鱼族的 多半不是同一伙人 并且 这场屠杀是刚刚坐下没有多久 血液还是新鲜的 楚风等人 基本上是第一时间见到这惨案的 可也是这一点 让图腾龙族众人警惕起来 这个时间太近了 很可能那些罪魁祸首还未离开 组长大人 一番观察后 众位长老纷纷将目光投向图腾龙族组长 在等待组长的命令 撤 图腾龙族组长当即决定离开此地 虽然他们确实想灭掉苍穹先宗 可这件事既然不是自己做的 那自然也就不想背这个锅 图腾龙族组长当即决定离开这里 他们也没有继续去攻打苍穹先宗分部的打算了 毕竟所有好东西 其实都在总部内 分部就算也有高手 但自然无法与总部的相比 至于那些分部会不会被灭 图腾龙族也不关心 图腾龙族组长命令龙须等人 回去收回图腾龙族的所有领地 且下达了清理所有叛徒的指令 至于自己则并未打算回去 而是带着楚风 王强 白云青 龙成羽和龙穆西前往血脉天河 因为他答应了楚风 要帮楚风去找那位隐世界灵师 于是图腾龙族大军返回图腾天河 而楚风等一行人则是前往血脉天河 因为人少了很多 他们眼下乘坐着一艘小船 由图腾龙族组长崔洞 速度也是极快 而楚风 王强 龙成羽 龙穆西 白云青几人 再是盘坐在甲板之上 兄弟 那不像是人族干的事 你觉得会会会 会是远古种族干的吗 王强好奇地问道 他这一开口 莫说龙成羽和龙穆西 就连图腾龙族组长 也好奇地看向楚风 这件事做得太惨烈了 若对方只是寻仇 倒也还好 毕竟只针对苍穹先宗 可对方若是为了掠夺 那么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强大势力 其实都很危险 虽说楚风是小辈 可他们却更相信楚风的判断 不好说 楚风摇了摇头 确实无法确定 尽管有了一些猜想 但却也觉得不太可能 接下来一切如常 经过一番赶路 也终于是来到了血脉天河的一方上街 距离欧阳前辈的隐居之地很近了 欧阳前辈的性格是有些古怪的 你们到了 什么都不要说 看我眼色行事 另外楚风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可能会白跑一趟 图腾龙族族长道 父亲 你不是说他与我图腾龙族有渊源 难道他会不给你这个面子吗 龙承宇问 确实是有交情 但我说过 欧阳前辈的性格是比较古怪的 不过没关系 试一试嘛 试一试总归不是坏事 万一答应了吗 图腾龙族族长笑着说道 可他后面这句 反而让楚风等人觉得 这件事的希望真的不大 很快 在他们视线的远处 出现了一座荒凉的大山之中 尽管距离很远 可凭借他们的修为 却都能将那座大山尽收眼底 大山深处 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顶端 有着一座道观 道观不是很大 且没有任何结界 就那样立于那里 据图腾龙族族长所说 那就是欧阳空羽所隐居之地 也正因为没有结界 楚风等人都不用特殊的手段 就只是正常观察 就能看到道观内的一切 道观内只有两个人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正在修炼结界之术 另外一个便是苍老的老道 盘坐在殿宇之内 虽然穿着普通 长相普通 可此人身上的气质 一看就非同一般 显然此人便是欧阳空羽 他察觉到了楚风等人的目光 于是睁开眼眸 下一刻 他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之时 已是站在了楚风的面前 拜见前辈 图腾龙族族长一个眼神 楚风等人便跟随他 一同对着这位施以毅力 毕竟论辈分 这位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前辈 可欧阳空羽 却表现得十分冷淡 图腾族长 来此何事 是这样的前辈 想请您帮一个忙 医治一个人 图腾龙族族长也不拐弯子 直接将楚风 以及贾令仪的事情 告诉了欧阳空羽 人呢 欧阳空羽问 楚风不敢怠慢 直接将贾令仪 从乾坤袋内抓了出来 行 我来试试 欧阳空羽道 听闻此话 众人皆是大喜 本来以为会白来一趟 没想到这欧阳空羽 竟答应得如此爽快 就连图腾龙族组长 都很是意外 于是兴高采烈的 又对其施以大礼 多谢前辈 可欧阳空羽 却挑了挑眉 你不用谢 我帮这个忙 不是给你图腾龙族面子 而是因为这位小友 是戒染青的儿子 本章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